这边小猪铺满一天比一天还要夯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李建昌 今天笑冒着雨在选区内车队扫街败票 他发挥创意让摩托车队带起了特制版的小猪造型 安全帽吸引了许多民众的目光 而立委参选人高志鹏也请花灯名师 制作了一只这个超大的会发光的小猪 民众抢着拍照 民进党立委选举拼花招 脑筋再动到小猪身上 老掉牙的车队扫街 但李建昌这团很不一样 立委参选人段仪康穿着雨衣 还特地换上短裤做开路先锋 小猪也在头上沿路兜风 我们昨天solo很多地方 有再再换法的一处拿到小猪的帽子 所以我们非常喜悦 然后我们的助理团队非常有创意 再把三猪小猪贴上安全帽上面 仔细瞧瞧 安全帽多了猪鼻子和猪耳朵 最后再把小猪铺满牢牢贴住 画龙点睛超可爱 连开车经过的老外都摇下车窗 拿起摄影机一阵猛拍 还有大省举起双手猛笔赞 不让李建昌抢进风头 立委参选人高志鹏 请来花灯名师 打造超大型的灯笼猪 小猪无论站在旁边 还是摆在上头 瞬间成为迷你猪 这发福版的小猪 现在也成了正殿之宝 这只猪才刚送到 刚才已经有很多民众 抢得来合照 可见它的魅力 是无远佛界 小猪热潮持续发烧 立委不只要抢人来助选 现在也要抢猪站台 三连新闻 送后报道 好 不只如此